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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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我亲爱的姐姐 你就这么缺男人吗 你明明知道 傅嘉诚是我男朋友 你个混账东西 妈 今天你姐姐订婚 你来捣什么乱 妈 你在说什么 她是我男朋友 我怎么养了你 这么一个白眼狼 你从小什么都和你姐姐抢 今天竟然抢到 你姐姐的订婚宴上来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傅嘉诚 你说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我告诉你 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这下丢人了 对不起 时事 我爱的 一直都是你姐姐 竟然 傅嘉诚 我祝你们白头偕老 永结一心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在你的身边 就这样遇见了你 多么像一个奇迹 你静静站在哪里 你怎么忘了 你还有我呢 你放开我 你到底想干嘛 当我一天女朋友 你谁啊 我可是很贵的 再说了 我有男朋友了 你没机会了 我觉得会有机会的 他跑了呢 你别喝多 什么啊 看着你呢 漂亮 小妞 别碰我 这牛漂亮 这牛多 我喜欢 带我亲个人 这人当然就是要偷吃 一点活都干不好 看你跑 还是吃 快给我开门 试试 试试 你们心可真多 副总您要的水 对你不感兴趣 那就好 你的意思 我很差吗 我确实很差 要不然谈了三年的男朋友 怎么跟别人订婚 我可以帮你 喂 你好 请问您那边还招设计师吗 不需要 啊 好 谢谢啊 我知道不应该躺在你 说到这还有什么 是不痛你的每一遍 你希望要睁开一遍 想我要往前一遍 喂 你好 你好 是时事小姐吗 嗯 是啊 你是哪位 我们是副氏集团的 您已通过面试 明天来上班吧 哦 好 谢谢 进 你好 我是时事小姐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原来是傅先生 我是副总啊 我们好有缘啊 女人 之前跟你说的考虑得怎么样了 一个妙龄少女 一整夜 看来你认定我那天晚上做了什么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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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嫁给我 那你嫁给我 我可以给你这个世界上 所有女人都羡慕的幸福 加勒 石小姐 你并不是一无所有 从今以后 你有我 今天就回去 把你之前的破事解决 明天我们去领证 小诗 你终于回来了 担心四姐姐了 诗诗 你这几天去哪了 我们都非常担心你 你会担心我吗 小诗 你别这样 我和嘉诚 是真心相爱的 之前不说 是不想你受到伤害 想着等你长大了 有了自己喜欢 就好了 可是我现在已经怀孕了 肚子里的孩子 已经等不了了 怀孕呢 嗯 陆家诚 恭喜你啊 要做爸爸了 没事吧 石石 你太过分 没事吧 石石 你太过分 就算我和姐姐 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有什么事 可以冲我来啊 你姐都已经怀孕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你 没事吧 用不用去医院 没事 你没事吧 小诗 你就接受现实吧 是啊 我和你姐姐 都已经订婚了 我不接受现实 你们订婚宴上 我不是祝福你们了吗 那你以后 可以不要再怪姐姐了吗 你能不跟我说话吗 此时此刻我觉得很恶心 小诗 你怎么可以这样 跟你姐姐说话 我一直都这样 今天才知道 对了 我已经有老公了 毕竟我们很相爱 拜托你们以后 不要在我面前 表现得这么恶心的样子 没事吧 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喂 妈 诗诗啊 你回来一趟 妈妈有事找你 不行 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呢 怎么 难道就因为我 向着你姐姐了 你连妈妈都不理了吗 好好好 回去回去 我一会儿就回啊 好好好 马上马上马上 副总请喝茶 副总 我刚给小诗打过电话 她马上就回来了 你别急 妈 小诗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妈 小诗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小诗 来来来 快坐妈这儿 小诗啊 妈妈要不是听小诚说 都不知道你们有了结婚的打算了 你们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 怎么都没跟妈妈说一声 您这回不就知道了吧 妈 我和小诗是打算先把证给领了 等后面我带她和我的家里人商量一下 婚礼的日期 好好好啊 我不反对 你们快去啊 一会儿去晚了 明证局就关门了 啊 好 那么我们先走了啊 好 快去快去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